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期的免份飲品製作節目 我是家庫,大家有沒有想念我呢?真的很久沒見了 近來我在忙著什麼呢? 我正在圍著即將來上課的或以前上課的老學員 留一些福利,這個福利就是我們學員的專屬福利 大家記得關注一下你們本身已經有的微信學員和公眾號 都會在這兩個渠道上第一手信息發布給大家 福利就講到這裏了,立刻製作我們的飲品 今期會教大家製作一款不一樣的檸檬茶 這一款特別的檸檬茶是怎樣特別呢? 會用到巴洛的果汁搭配我們香水檸檬來製成 既有香水檸檬的香氣,又有巴洛的豐富的果味 操作非常簡單,非常適合我們門店上的出品和操作 我們事不宜遲立刻製作我們的產品 首先我們會將四片的香水檸檬放入我們的薯克杯中 進行倒壓 倒壓的過程中我們要注意 記得只是倒壓它的四周 不要只倒壓中間,否則就會很容易苦澀 我們運用鮮果去製作產品的時候 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我們要留意到 譬如說檸檬,我們會舉例兩個例子 第一個,它的運輸時間的長短 都會影響它的香氣和鮮度的流失 所以大家在買這個水果的時候 盡量找一些比較近自己的水果揮發箱 就會解決到這個問題 還有問題是每一個檸檬的季節都不一樣 譬如說有些季節會令到這個檸檬的大小有影響 有些季節會令到這個檸檬的味道都會有所改變 我們就教大家一個解決這個不可控的因素的方法 就是加入我們的冷鏈果汁 首先我們會加入飲爆點的冷鏈檸檬汁 還有加入這個巴洛果汁進去 再加入這個冰糖漿 我們的冷鏈檸檬汁就可以解決我們檸檬上的酸度和鮮度 然後那個巴洛果汁就可以豐富我們這本產品的口感 就可以解決我們鮮果上的應用問題 然後加入我們半杯的冰 然後我們進行雪黑 最後加入我們的少一杯梅里茶湯 然後再加入雪黑均勻 然後直接倒入我們的出品杯上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 這款檸檬茶就這麼簡單做完了 都是這樣加點東西 扔一下它便可以了 每一款產品我們都要考慮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就是操作要簡單 第二個就是味道要穩定 這兩點同時都是我們門店實際操作上的主要注意和運行動的 好 今期的飲品製救節目已經完成了 大家記得關注我們休閒無塵的公眾號 或者可以報名參加我們的課程 老學員記得領取我們後續服務的福利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怎麼來了 你咬了嗎